只是一双袜子,KK Mart惹祸上身 KK Mart上架已有了字眼的袜子,被举报后立刻下架商品,并立马为此公开道歉 但还是无法平息无情团长的怒火,煽动宗教情绪,发动全国报警及被格KK Mart 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,行动党社情团团长于立文表示 大家无需过度渲染KK Mart风暴,无情团长的过激作风恐分裂社会择写 伤害各族群员工以及本地经济 他呼吁面对问题时,应引入成熟的政治和政策以维护社会和谐 身为议员更应关注人民需求,注重民生课题而不是搞分裂 你知道吗,大马在2023年创下历史新高的投资额 首相安华在主持国家投资理事会MPN会议后发文告表示 大马在2023年迎来了破进入的3295亿令吉投资 相较于去年增长了23% 其中,外国投资占据了总投资额的57.2% 对比去年增长了15.3% 而国内投资也不甘示弱 以35.1%的增长率展现出强劲势头 总投资额中涉及5101个项目 有望为人民和国家创造超过127000个新就业机会 同时,国家投资理事会将着眼于数码经济的发展 更注重国家数码投资的方向 并预计在2025年 大马数码经济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.5% 预计将为36553人创造就业机会 这一撞举不仅彰显了大马作为投资热点的地位 更是对其稳健的经济治理的最佳注解 团结政府一直秉持亲投资亲商业的政策 成功增加投资者信心 也显示昌明大马政府在一年多的治理中 以成功令经济复苏